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看过上期还记得我在说这个陕北二十克香房的时候 说到这个手工业作坊 炙香业 顺便就提到了一些这个世界遗产和非物质融化遗产这一类的一些话题 其中说到华山 我当时永诺 我专门来谈一次华山 今儿我就谈谈华山吧 我之所以有谈华山的资格 我认为当然我还不是专家啊 我是因为在前数年吧 应该是在也十年了 华山要进行这个大改造 这是卫洛黄三河汇聚的地方 位于陕西中部的东边 属三门峡库区 在他的南部就是明文天下的西越华山 华阴县正是因其为华山之音而迷 2010年 新建的高铁西正县由此经过 其线路恰在华阴县北 站名就叫华山北站 而华阴县城南正是隆海县华山站所经之地 当时这个华山脚下 山门外附近有五个村 豪府村还有金房金房金家房 几个有五个村 我一时记不起来了 主要是金家房 金家房恰恰位于这个靖华山的山门 当然大家一下就能想到这个 旅游景点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开发 这好像也是国内近几十年惯常所见 但是华山这个情况 非同情长 里边套着种种的 大家往下听 首先 华山是明山 五月之一明山 无疑 而他以齐峻险要著称 是五月之罪 别的谈不上 但这一点是绝对之罪的 但是应该是在1992年 就开始 陕西华山就开始申疑 申请世界遗产目录 希望加入这个目录 始终未能有下文 在这期间 然后陕西就是急于 进行旅游开发 当然是为了利益 在1986年和新加坡三特企业 这是一个什么企业 我还真不太清楚 但是我知道名字是三特企业 核资 主要是对方投资 对华山进行改造 这个改造也就是最著名的 也就是现在大家 全国人民都知道的 给华山上索道 从迪亚上山 这个看似合理 且不尽然的一件事情 引起了公众的愤怒 尤其是专家学者 老百姓先是不知道这些事情 在内部 在专业论坛上 受到了国内学者的纷纷谴责 但是呢 显然是利所趋嘛 这个还是上马了 这个索道 投资八千九百九十万吧 九十万吧 八十万 八千九百 八千多万啊 建了这个索道 现在这个 现在很多朋友已经去华山 已经试过这个索道 但是在开张的那一天 就发生了事故 由于这个华山是 确实它太显要了 自古华山一条路 那个所有的地方都很拥挤 再加上人员稍 都不加控制的话 就过去不是那个四一大 每年五一的时候 大家我顺便劝大家五一 不要上华山啊 千万不要上华山 逢年过假 宫东迷都放假了 蜂拥而至上山 这不是绕倒霉吗 千尺庄本来就是 一寸一个小台阶那样的往上爬 你怎么能是吧 怎么能挤那么多人呢 这个人纹着那个脚后脚 那个人纹着前面一根屁股 就这样啊 一个挨着一个往上爬 还得紧贴着 那年不是 四一大一个 这个三十人太多 四一大的也在旅游 四一大军医大学嘛 军人就扮演了一个强险的角色 死了几个人 大家也玩得不尽性 都没上去 这个缆车开张的那天 又出事了 大家蜂拥而至 想试一下这个缆车 很多人是因为没上过华山 就在跟前也没上过华山 就在跟前也没上过华山 因为一条路 体力原因等等原因 根本就上不去啊 古人就有很多人就 就就就就那什么 我记得在苍龙里那边 有一个韩退知识投书 一个一个景点吗 那个就是传说韩裕 很多文人木刻都要上山西副诗 到现在也没有华山上 也没有像样的一首诗啊 只有杜甫好像写过一首诗 我我若能找见 我附在这画面上 韩裕啊 也想上华山 但是他再上到这个地方 就是腿发软 苍龙里那时候也没有护栏 就是这样一个绝壁 一个一个两边 一个鱼姬两屎的啊 他吓得腿发软 就喊救命 没人救 他没办法 他就掏出笔墨来 写了一个 写了一封救命书 石头一裹 扔下山去 这这当然是传说啊 按说扔扔扔了白扔 扔哪去扔到 据说扔到山洛去了 对吧 山洛地区 哎 有个采药人捡到 以后上山救了他 所以这当然就作为一个 克食为证啊 作为韩退之投书处 尽管这是个传说 但是他的用意显然是 也是想下退后人 或者说是提醒你啊 此处显要 越往上越显要 可是就在那天上这个 缆车的开张的第一天上缆车 都是拥挤不堪 最后几数十人栽下山去 摔死 你想想 每年华山都有下 当然也有舍身牙 专门 同心所异所化跳下去 有这样的人啊 还有很多专门到华山厮杀 这个话说远了 咱们不说他了啊 这个新加坡投资这个以后呢 但是同时呢 这个闪一闪也赶时髦 跟着在八九年 跟着那个五月呀 跟着所有的那些 额眉山呀 松山呀 还有五月恒山 骇山 共同申请这个世界遗产 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申请这个世界遗产目录 但是呢 久未批复 后来他们又联合起家 甚至在这期间啊 峨眉山认为这个华山是一个 有名望之山嘛 所以还专门派人到这来取金 取如何 他们是如何准备 做准备工作的 去申移的 但是呢 额眉山后来被联合国认可了 河对岸 华山在那个 铜关那个拐角呢 黄河拐角那嘛 河对岸的松山批准了 松山的名气显然不是华山大吗 但是松山也批了 但是华山就是没批 我之所以开始说 我有这个资格说 因为我那时候就为了这个 华山要改造拆迁民房 拆迁这个转移这个村落啊 这件事我去报道过 所以我跟这个村里的人和华山管理处的一些人啊 都有交往 他们给我透露了这个情况啊 我现在看网上很多这个 关于谈华山深移这个事的报道 都引用了我那个原文 赵超的原文 基本是这样啊 当时联合国派了一个12人的小组 联合国教育组织 12人小组来考察 实地考察 考察一看呢 几乎是第一天 走了一遭以后呢 立刻就否定了 否定了华山有深移资格 为什么呢 污染严重 在那个西风上建了一个银河宾馆 踏着个长期来 向那个污水直接从西风 那个山奥里直接拍下来 老眼就看出一片一片黑啊 就就就就就 污染非常严重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自古划山一条路 现在怎么还出来一个通道呢 还出来一个缆车呢 这个缆车直接破坏了这个传说 这是联合国教育组织 这是世界遗产 最起码一点就是保持自然原貌 这个已经不是保持自然原貌了啊 建了一个所到 利益是大大的 钱是大大的 上一次是多少钱 我还真没打听过啊 去过的人知道 但是呢 破坏直接破坏了华山的这个 他的这个自然根本啊 这个是有名有据的 联合国教育组织 一个叫李察的 好多文章在引用我的这个文章 就是把这个李察俩字引去了 没什么可以隐藏的啊 就是他们生发也惹起麻烦 就是连过12人小组里 就有一个叫李察 当然这也是 管理处的人和他交往的时候 简称李察 李察全名什么 李察点什么什么 约翰俊还是谁谁 我咱不知道啊 李察亲口给我这个哥们 就是华山管理处的说 说你这个华山身遗是无妄的 污染严重 直接破坏了这个自然原貌 提出而且提出严厉的批评 若不拆掉这个缆车的话 永久无望 申请世界遗产 永久无望 因为那就是你在自然的基础上 建设了一个旅游景点嘛 对吧 游乐设施 成了成为这种性质了 是吧 联合国是不认可这个的 事实证明华山身遗20年至今未成 什么原因呢 就是这个原因 而跟他一块和先后申请的那个小弟们 小兄弟们 小山 小岭 峨眉山呀 松山呀 还有很多那个那个什么什么 我说不清楚啊 那个名单很长 大家可以在网上搜 大概全国有六五十六个不是六十五个 哎 经典 都深移成功 唯有 天山也也是的 也算一个新疆的啊 但是呢 华山这么显赫的 至今未成 你知错就改 为什么韩安还死背着牛头不认脏呢 在这个联合国这个提出这个断论 这个深移无法深移的 这个断论以后 离开了华山以后呢 你猜怎么着 这个华山管理处的受上班的旨意啊 是谁旨意我们不太清楚了 时任那一届啊 哎 他既然在大会小会上 离了他我们就不活了 离了深移我们就不活了 哎呦 我们照就该开发就开发 哎 这是赌气吗 还是一个具有法治观念的 还有 包括你们不是说爱国主义者吗 是爱是爱国的表现吗 我怎么觉得 这个就像一个脱皮 哎 憋三 街头小混混 说话一股子说话是 匪气是吧 是不是一个领导人 果然不久 这个华山不曾不但没有把这个第一懒道拆掉 而且呢在他的西侧叫翁玉 哎 画秦岭是中南山 前一段是关于拆迁那个拆中南山的什么好多好多玉嘛 山过来一个古 古物的古啊 就是古字 迈子 古字啊 古玉 中南山是有72条玉嘛什么的玉 哎这华山都属于中南山属于这个南山山脉的啊 这儿有一个瓮玉就是那个钢啊陶瓷钢啊瓮玉 从瓮玉这个地方他们既然在这设了个点儿从这打算从西风的西侧 直接驾篮车 作为下线啊基地打桩子和直打这个西风下烧下一点儿哎在那人工凿一个大洞 像老虎口似的啊 然后直接拉到这个西风底下大家看到那个都看到过那种著名的华山的画片吗 西方一个几乎是垂直的这样一个直下到地面啊这样一个斜壁啊一个直壁哎在这个 这个直壁哎这个直壁这个画这个顶上就是那个开山救母啊哎那个传说啊那块大石头就在这个绝壁上凿一个洞 然后底下瓮玉缆车直打这个地方然后人从那儿再步行上到西风直接上西风 你看这混蛋不混蛋整个就是一个这算是文化现象吗反动文化现象啊谁听都都气愤行了他把这建起来了哎 一个缆车不行要死人的哎拥挤不堪在这个背面呢同时呢一个人上山的利润又非常之大 啊合不再见一个呢这就是他们的思维小心死是吧又建了瓮玉又建了一个索道直通西风 我说的这些东西啊非常非常令人起分画对华山的破坏啊一个是文化革命中 一个就是这几年进行所谓旅游开发本地啊对这个华山的破坏 我从这个当地这个老百姓嘴里啊还有这个华山管理处的这个管理人员啊哎 他们都退休了也敢说告诉我在四九年哎政权刚建立的时候啊 这个玉泉院就是进山进华山这个山门这个山口也就是龙海县经过这啊 这有个叫玉泉院哎这个玉泉院四九年的时候向下就是这个山坡地一直向卫河啊 这是延伸啊这是一大片类似于故宫样的数百间这个房屋啊 慈禧啊什么路过这都都建立过行宫建立过经底啊哎那个慈禧不是在那个 华阴县就是山底下这个县还有一个庙吗还建立个庙华叶庙对哎 同时呢他离华叶庙吉里路就到这个山口在这个玉泉院又有一些建筑哎 在在历来土改大跃进啊搞建设疯狂建设于是到文化革命中啊基本上就一直在拆 拆拆拆拆到文化革命就破败不堪了基本上拆的全部成了废墟了这整个一个大院一个小故宫就这样活生生的被被拆掉了啊 然后到现在我们大家去看到的仅仅是哎一个小院子哎就是玉泉院啊这是对他的破坏啊玉泉院不是还有个传说吗哎那是手抄本一双绣滑鞋哎什么是文革中啊哎有一个叫南南方才子叫罗胜提的因为失恋叫罗胜提哎就到了华山在这个玉泉院里小住日日拉小提琴哎当地人没听过这么洋的也许这么好听的洋语 也许要拉小提琴这个手抄本我当时也看了更多的细节无非就是男女男欢女爱啊哎柔情迷意没有太多的什么哎这个印象非常深就是这个玉泉院文革中的破坏更可怕为什么呢在这个华山玉泉院再往下游到渭河之间也这一片开过地啊这里边当时被那个因为要建三门侠河南要建三门侠 哎所以上游一直到华山到渭南这一带全部属于水位上升以后被淹盖区哎所以这个地方就把农民就全部迁到呃宁夏内蒙甘肃等等啊迁走了迁走以后呢这片地就全部被淹哎但是事实上没延三门侠水库失败了吗五十年代啊失败以后呢 这片地呢就农民又开始强强行回钱直到周总理批准了哎他们才最后正式的名正言顺的回来回来刚开始是偷着跑回来啊哎在这片这个 地上就在农民离开的这段时间内呢就西安市的各个工矿企业企业企业单位都不是都都有自己的农场了就把这片地瓜分了哎种麦子种什么哎直到夏天的时候又拉车向旅游似的到这来带着干粮带着点心啊带着什么鸡蛋啊豆腐根啊收麦子过一个夏日然后又拉回到西安就等于玩了一圈哎 哎这个各个单位分瓜分的这个农场其中还有一个蓝州军区建设兵团二十一军什么他们的一个地他们地是最大哎面积最大就是最大的地主了我那时候我哥哥就是这个蓝州建设兵团的哎战士其中一员他们就在卫和滩底下住了离这个华山直线距离怎么也有几十里了但是呢有一天晚上就是66年67年的 看见那个北风上面熊熊大火啊在那个河滩里在渭河滩上都能看见把整个一个那个什么就是北风就是芝启华山那个北风先登的这个北风吧把北风庙全部给烧掉了啊这是文革中哎文革中我们那时候正是毛毛头小子嘛哎弄点钱就坐火车扒火车上华山中学生嘛十三四岁哎上华山的时候那整个整个 这一座山上就是没住的没什么的啊就是没吃的没喝的啊哎所有的亭子庙全部被拆掉了中峰的那个大殿啊已经被拆的一塌糊涂只剩下倒在地上的那个柱子哎有一天晚上我们住在那个中峰那个有山洞洞里边养了几只羊那几只羊是西风气象站哎满山放羊的直到过年的时候他们才拉回去吃肉哎平时就在山上羊也下不了山 就在山上就在那个洞里每天晚上在洞里当时我们冷的受不了了把羊赶走地上这么厚的羊粪干粪然后就把那个倒的柱子拿起水果刀削成的小皮皮啊一点一点的没刀子嘛在里边点火取暖差点没冻死整个一个华山啊萧条一片所有的连下棋亭啊赵光阴多江山那个下棋下棋亭的亭子那棋子啊什么东西桌子哗从山上推了下去哎南天门 跨不过去哎不是上一期说那个那个道姑说说毛主席来了吗他看见毛主席哎说到南天门照了个像下来了实际上那时候南天门那一米距离那个神剑啊上面的木头桥早已经就是独木桥早已经被人掀掉了我我们去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谁拿了一个树原木就在那放着 两面石头一垫石子一垫就踩着那圆桩子往过走啊整个华山就毁了一塌糊涂啊所以改革开放以后呢到今天为止又开始深移这是新话题过去是未曾出现过就是个野山就这样糟蹋啊一直糟蹋的文化革命以后开始升起世界遗产的时候哎他们又呼发起响造起了缆车 说说句老实话我觉得行为就特别low哎就是那种土包子哎一看人南方的阿生是警戒还是缆车什么啊何不我们这既然上山这么难我们给他建设建一个电动缆道啊把人拉上去啊这是脑子啊这真是就是余磨啊或者是哎脑子进水了对吧这种事还很多我说说就去啊啊今天咱们尽量避开这个力气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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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伤着自己甚至啊哎我们就说这件深移这件事至今未能成功啊还在申请我估计也没气了哎那个深移组织中间也断了因为他他是绝对不允许要把这个缆桥掺掉啊这个缆车拆掉是吧但是不可能的啊每天是一个人好像好几百吧五六百等一次杀啊我真不太清楚啊但是咱们也在至少在二百六以上我认为根据我的经验啊哎他的利润收拾 都是多大的呀这就是短见之托啊这种人在我们国家现在哎管理人员里边还是非常之多 那我今天说的有点很生气啊嗯好了先到这里哎 还是下次再说吧再见